堂堂大明万历皇帝 为何二十余年从不上朝 赫赫帝师张居正 为何死后身败淫烈 微微一代大明王朝 为何山河破碎 民不聊生 身处王朝风鸣变幻之中 原宠患命运如何 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北京满居会会长严崇宁 在现明王清兴六十年之 万历代政 万历代政 在明朝的历史纪元中 那一段被称作万历朝的年代 赫然地有着长达四十八年的漫长时光 而此时 坐在大明紫禁城里的皇帝 就是明朝第十三位皇帝 明神宗朱义军 而这位万历皇帝 却以他在位的这四十八年 悄悄悄地消向了明王朝的桑中 在万历皇帝死后 仅仅二十四年 大明王朝就在李自成 和大清王朝的内外夹宫之中 轰然倒塌了 也是这个万历皇帝 创造了不上朝 不审阅奏章 甚至不祭祖 长达二十年的记录 他在位时期的所作所为 也是中国中 不亡于充真之失德 而亡于万历之怠惰 为什么说明朝不亡于崇真 而亡于万历 因为万历这个皇帝 他戴政 戴政二字 是万历皇帝的最主要的特点 下面讲第一个问题 戴政前奏 万历皇帝做皇帝 就说很小啊 才十岁 虚岁十岁 那么朝政怎么办 主要有三个人 一个是他妈妈 叫李太后 一个是太监 冯保 还有一个大学士首次首封 张居正 他们内外辅佐万历皇帝 所以我把这三个人分头说一下 第一个是他的母亲李太后 万历皇帝的母亲原来是宫人 就是宫女 在万历他爸爸做豫王的时候 他就到了豫王的府邸 是豫王 怀孕之后就生下了义军 就是后来的万历 又生下了第四个儿子 就是义球 所以这个李氏生了两个儿子 隆庆继位之后 就封为李氏是贵妃 隆庆皇帝死了之后 万历就做皇帝 就册封他妈妈为太后 用姓李也叫李太后 李太后究竟是后宫的太后 他重点依靠了两个人 一个是太监冯保 内朝 外朝就依靠宰相张居正 下面我说一下冯保 冯保在万历他爷爷 家境朝的时候 就当过私立间的丙比太监 到万历他父亲 龙庆地的时候 封保又做过提督东厂太监 万历继位之后 因为封保在宫里头 小时候照顾过万历 所以万历把他称作大伴 伙伴的伴 对他格外的 敬重 冯保有文化 能文能墨 冯保呢 还很会来事 很善意处理各种关系 所以冯保跟张居正 关系比较密切 在内庭里面 就负责照顾万历皇帝 外朝就是张居正 万历皇帝继位之后 张居正呢 很快就做了首辅 就是在下 张居正这人啊 他是湖北江陵人 家境的时候中了进士 他人才很突出 史书说他是眉清目性 胡须很长 长到腹部 就是到肚子这儿 人又很干脸 他和万历皇帝之间的关系 既是宰相和君的关系 又是老师和学生的关系 因为他教万历皇帝读书 他对万历皇帝教导很严 亲自跟他教书 教导他做人做皇帝 明史张居正传有一段记载 说他怎么教导万历皇帝 借游艺以众起居 专精神以广圣四 皆赏赖以省福费 确真丸以端好上 亲万己以明述政 秦讲学 以资治理 这六条啊 很重要 把万历做皇帝 都书行政做人生活 都提到 张居正呢 还是把历朝治乱的经验和教训 编成书 请人画成画 图文并茂 来教导小的万历皇帝 还把京史很多的重要的事件 重要的事情 选择了四十条 一条一条来教育万历皇帝 在张居正辅佐万历皇帝出政时期 明朝这个时期是社会安定经济发展 特别是京师 就是北京 出现了一片和平景象 明朝有一个人叫史玄 他写了本书叫《旧经仪式》 史玄在旧经仪式 说当时北京的情况 他说 道路无景守 苟不夜费 中秋月明之夕 长安间 声曲哀慢 我解释一下 道路无景守 道路不要那么多人在这巡警 苟不夜费 很安静 苟夜里不叫 中秋月明之夕 中秋月亮灵的晚上 月光明媚的晚上 掺烟 声曲哀慢 哀是悲哀那个哀 注意 在古汉语里的哀不是当悲哀讲 是爱 爱心的爱 通用 通假 就是在古汉语里的哀通爱 可见当时北京一片和平景象 但是万历十年 1582年 张居正故去了 张居正故去之后 万历皇帝就开始了亲政时期 在首府张居正的辅佐之下 万历所统治的这个大明王朝 似乎还处在一个国泰民安的泰平景象 而且万历皇帝在老师张居正的教导下 还是精于学业 勤于治国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 导致了万历最终破纪录的成为了明朝 最为懒惰的皇帝呢 万历代政原因很多 重点我讲四条 第一 摆脱戒齿 戒齿啊 小学上上学啊 伸的板 伸的手老师打着戒齿板啊 万历皇帝是十岁继位啊 小孩子啊 他头上啊 悬着三把剑齿 第一把 是张居正 张居正是大学士 又是首府在相 还是他的老师 万历皇帝平常称呼他的时候呢 不知乎其名啊 称原府张绍师先生 那是很恭敬的 因为张居正对万历要求非常严格 小时候产生过了一种逆反心理 所以张居正一死 万历皇帝下令超了张居正的家 张居正的儿子张静修 自意身亡 张居正八十岁的老母亲 也非常悲惨 抄家的时候先封门 家里很多人没有来得及出来 就封在门里头 封的时间很久 里面没有吃的 后来开了门插抄的时候 饿死了十多人 万历惩治了张居正 摆脱了他头上来第一把戒指 第二把戒指 是太监冯宝 冯宝在万历初年的时候 坐到斯立坚掌印太监 权力很大 因为他和太后和张居正都比较好 所以对万历皇帝也格外严格 有一次小皇帝 有一次小皇帝万历被几个太监引到他 穿着窄袖的衣服 在宫里头乱窜 瞎闹 封宝把这事就告诉太后了 太后就惩罚万历 让他跪下 训斥他 有时候万历皇帝攻克不好 封宝也报告太后 太后让万历跪着 严厉的斥责他 所以张居正一死 处理完了张居正之后 万历皇帝就处置 封宝 把封宝发到南京 后来又抄了封宝的架 悬在万历皇帝头上的第二把戒指 就掌印太监 封宝就除掉了 第三把戒指是李太后 李太后是他生生母亲 万历小的时候住千秦宫 他母亲也搬到千秦宫照顾他 早上要上朝的时候 天还不怎么亮 就把他叫起来 让宫女给他洗脸 我要把他弄上车脸 送他上朝 经常督促他 但是孩子大了 万历结婚了 他母亲就从千秦宫搬出去了 搬到慈庆宫 他母亲一看 万历又亲政了 又结婚了 又大了 对他要求就松弛了 有些事情也就不大管了 这样一来 万历又摆脱了 悬在他头上的第三把戒指 就是他母亲太后 刚刚摆脱了悬在头上的三把戒指 年轻的万历皇帝终于可以放开手脚 做个自在皇帝了 那么刚刚掌握了实际权力的万历 他会做些什么 还有什么原因导致了他日后的戴政呢 第二 鞠躬骄傲 万历皇帝继位之后 年轻气盛 血气方刚 连着进行了三大争 就是三四大的战争 一是平伯败之乱 伯败是蒙古搭搭部人 降明以后 做副总兵 他的儿子叫伯承恩 承袭他父亲的爵 做了指挥使 万历二十年 就是1592年 伯败和他的儿子伯承恩 父子在宁夏银川 反叛 万历皇帝 果断决定 平叛 派了军队 前去平息 伯败之乱 把伯败父子 杀了 平息了 伯败之乱 二是元朝抗卧战争 万历二十年 1592年 日本风尘秀吉 统帅军队侵略朝鲜 朝鲜 局势 非常严重 王晶 陷落 八道 禁师 派官到明朝 请求援助 史书记载 请援之时 落一余路 万历皇帝 建与淳王 则齿寒 决定 派兵到朝鲜 元朝抗卧 这场战争 时段 时序 前后进行了七年多 最后 日本失败 军队撤出朝鲜 这是二 三是 平定 泊州 之乱 泊州 就是金贵州 遵义地区 万历 十七年 这是1589年 泊州 宣伟思史 杨应荣 发动叛乱 万历皇帝 派兵 去平派 但是 万历皇帝 在功劳 成绩和胜利面前 洋洋自得 后来 后来就 逐渐逐渐 待于正事 荒于正事 第三 没有竞争 明朝是 抵掌制 万历的两个哥哥 早死了 他的弟弟和他是一个妈 所以万历没有竞争 没有选游 就顺利地登上了皇帝的宝宝 第四 身体有病 万历皇帝身体不太好 很胖 胖到什么程度呢 有的书说 他走路的时候 要太监 给他抬着肚子 往前慢慢走 他给他妈妈请安 史书记载 四个字 叫西行前进 西是膝盖的西 两个膝盖跪着这么前进 胖就懒 懒就更容易胖 前面所说的四个原因 导致了万历皇帝的懒惰与骄横 但是我们很想知道 这个著名的万历皇帝 究竟是怎样的懒惰 他做过哪些皇帝 又是怎样 在中国众多的皇帝中 创造纪律的呢 大家知道 明朝一共有十六位皇帝 可以肯定地说 在这十六位皇帝当中 最懒惰的就是万历皇帝 清朝皇帝特点是秦政 明朝皇帝大多懒惰 其中最懒惰的就是万历 万历皇帝 懒惰表现在什么地方 我给概括了一下 叫做六做六不做 该做的事情 他不做 不该做的事情他做 所以叫做六做六不做 这六不做就是 不交 不妙 不朝 不见 不批 不讲 什么意思啊 我一条一条说 第一不交 就是不交 就是不交 江泽 就是地坛 天坛在南郊 地坛在北郊 所以不交 就是不交祭天地 周礼有个记载 冬日至祭天神 夏日至 祭地齐就是地神 左传呢 说 国之大事 在祭于荣 就是国家最大的事情 两件事 第一是祭祀 第二是戎 就是用军队 保卫国家和社稷 那么万历皇帝 所谓天子 上天之子 你第一件大事情 是要祭天 康熙皇帝祭天 不倒天坛 走着 走天坛 还有斋剑 你万历皇帝 你年轻轻的 既不祭天 又不祭地 更何况 对待臣民呢 第二 不妙 就是不祭祀 宗妙 太妙 你皇帝 不亲自 祭祀 皇帝要定天 伐祖 你万历皇帝 是既不祭天 又不祭祖 长达三十年 荒唐 第三 不朝 就是不上朝 亲礼正事 我过去说过 比如说 康熙皇帝 每天 御门听政 每天要主持和参加朝廷会议 一决重大国务问题 万历皇帝不上朝 不主持也不参加朝廷会议 重大问题 不能在朝廷会议上讨论 大学士方丰哲 几十件奏章上去之后 在文化门外 等着皇帝的批示 连着等了六天 没有结果 没有结果 不朝啊 第四 不见 就是不接见大臣 过去我讲过 清朝的皇帝 以康熙为例 上午 御门听政 下午经常是接宴大群 小到知谢 知府知州 大到巡服 总督 万历皇帝 是不见 大臣 更谈不到知县知府了 大学士诸庚 三年 没有见皇帝一面 明时诸庚传 记载 诸庚 辅政三载 由 为一构 天眼 当宰相 当了三年 没有一见皇帝的面 第五 不批 就是对大臣的奏章 不做批示 明朝啊 他有一个规定 就是大臣 你不轻易上奏章 必是重要 急迫的问题 上了奏章之后 皇帝就批示 同意 不同意 或者不分同意 要有批示 有个结果 万历皇帝他不批 当时有一个词 叫流中 保留的流中间的中 就是大臣上了奏章之后 我也不赞成 也不反对 也不批示 搁置起来 有个词 叫尘封 落到那儿 用灰尘 你把他封进来 第六 不讲 就是不参加经研讲席 皇帝有经研 有讲席 经研 明朝 很多在文华殿 皇帝也有 汉林院的 世讲学士等大官 给他讲经史 康熙皇帝 他开始日讲 是隔一天讲一次 康熙不行 所以要日讲 要一天讲一次 每日进讲 开始是冬天和夏天 不讲 就是放寒暑假了 他说不行 寒冬天要讲 暑热天也要讲 有时候 有时候一天讲两次 万历皇帝是不参加经研 不参加日讲 不学习 不和大臣借着经研 切磋 讨讨讨论 讨讨论 共商 军国大事 所以 万历皇帝 不教不妙 不朝不见 不批不讲 时间 时间长达几乎三十年 万历皇帝的这六部座 真可谓是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那么我们要问 万历皇帝每天享受着最好的待遇 二十年也从不过问国家政事 他吃饱了饭都在干什么呢 他有六座 一 沉眠酒色 万历爱喝酒 能喝酒 嗜酒 经常喝的是 酩酊大醉 昏天黑地 还宠爱一个郑贵妃 内宫 迷乱 第二 贪恋 钱财 本来就是皇帝 家国天下 出了国库的那个 户部的钱 还贪恋自己那个小金户的钱 派睡间到处收花 明知明告 在明朝贪财皇帝 十六个人当中 万历皇帝可以说 首屈一指 无以复家 第三 乱风 滥赠 风他自己 装填 二百一十万亩 风他弟弟 以求 鹿王 填 四百万亩 风他儿子 长寻福王 田 二百万亩 没有田了 周围的郡县 地画过来 这些个地 万历 他弟弟 他儿子 父子 兄弟 三家 是吧 三家 他们的地占多少呢 我查了一下 万历六年 全国的田地 是五点一亿亩 他们三家 占了八百一十万亩 占全国 总田地数的 百分之六点三 第四 四亿挥霍 万历给他自己盖宫殿 就是长陵那个定陵的地宫 耗银八百万两 册封皇子等花费 银一千二百万两 购置 宫廷 奢侈 享费 等下 银 两千 四百万两 第五 大兴土木 万历的时候 千青宫和坤丁宫 着火了 黄基殿 中基殿 建基殿 就是后来的 太和殿 中和殿 宝和殿 三大殿 着火了 就是三殿二宫 先后着火了 叫大兴土木 兴修宫殿 天哪来呀 还是从老百姓审 出马 第六 胡作非为 我只举一个例子 有一本书上记载 说 他有很多的太监 其中有十个小太监 长得聪明俊秀 万历皇帝 这十个小的太监 书上这么说 给氏玉钱 祸成恩 与上同起卧 用现代的话 叫什么呢 大家想一想 就可以了 这里面 我就想起上书 《五子之歌》 一段记载 上书《五子之歌》说 内作色荒 外作情荒 甘酒适阴 郡于雕墙 有依于此 未获不亡 万历皇帝 不是有一语词 而是有六语词 所以 明诗说 民之王 王于万历 那么万历皇帝 代政造成一些什么后果 造成一些什么严重的影响 下一讲 我要讲题目是 朝政危机 谢谢大家 万历皇帝 二十年不离朝政 庞大的大明王朝 怎样得以运转 万历皇帝 代政二十年 表面兴盛的大明王朝 又有多少危机 在四处蔓延 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北京满学会会长 严崇年 再现明王清新六十年之 朝政危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